红彩6号,围攻行动全新免费改版备战行动正式上线。 Udisoft今8日宣布红彩6号,围攻行动新一季改版更新备战行动现已在PC、PS4、XBOX1和Windows PC平台推出。 备战行动是红彩6号,围攻行动上市至今最大规模的内容更新之一,带来了两名防守防干员,Alibi和Maestro,以及一张以意大利相间为背景的全新地图别墅。 红彩6号,围攻行动第三年第二季改版也带来了许多重大的游戏更新,包括全新的情报装备,干员速度调整,防弹射影机,以及让多人游戏玩法更丰富的全新挑选与禁用设定。 此外,从今天起,玩家将可使用声望或R6,变速解锁全新内容。 别墅巡礼。 这块土地属于专门从事走私的Vansiguera危险犯罪家族,而土地上的房屋是他们的藏身处。 他们在里头过住奢侈的生活并且收集各种珍惜艺术品。 玩家将及时捕捉到这栋别墅里的动静,Vansiguera家族成员抢在突袭之前烧文件以及把东西搬运走。 他们早已听闻被战行动的风声抢先逃走,并留下杂乱无章的一切,等住红彩小组从中找出重要情报。 两名全新。G.I.S. 干员。 在被战行动里,两名以大利。G.I.S. 干员加入了红彩小组突击一处豪华的托夫卡尼别墅,也就是红彩6号,围攻行动的地。 19.张地图。 第一位新干员。Alibi是阻止多谋的对手,懂得如何渗透严密地组织犯罪网络。 Alibi的棱镜能投射静止不动的。Alibi全息投影。 如果你射击或碰触全息投影,会在接下来几秒内反被追踪及标记出来。 如果棱镜部署在外头,会使攻击方收到外头有防守者的假警报。 为了替攻击方带来更多惊喜,棱镜还能隐移任何跑到外头的防守者。 任何子弹、近身攻击或爆炸都能伤害棱镜,且能射传全息投影。 小心不要站得太靠近。 另一位新干员。Maestro,也隶属于意大利特别干预组,GIS。 他曾参与伊拉克的联合任务,并在任务过程中因为路边的简易爆炸装置而在脸上流下伤疤。 Maestro使用能发射高能雷射光的遥控炮塔。 只要将此炮塔架设在地面或墙壁上,Maestro就能远程坚持,并透过炮塔的旋转式镜头来保护该地点。 当此射影装置发射雷射光时,会暴露出核心成立受损状态。 其他时候,炮塔不受子弹和近身攻击影响。 最后,斜眼可以看穿烟雾。 备战行动也导入了挑选与进入系统。 这个系统可谓攻守双方队伍带来更上层楼的策略深度,让双方长置在进入阶段封锁对手惯用的干员。 玩家甚至可以在最后一刻,也就是第六人选阶段,出其不意地换掉任何一名干员。 挑选与进入功能将在自定游戏中提供。 本次重打游戏更新包含,可部署的防弹摄影机。 全新反拆弹器动画。 瞬间趴下射击,dropshoting,调整。 全新观测工具管理。 干员速度调整。 Echo强化调整。 俱乐部会锁地图改版。 游玩清单变更。 此外地。 8. 赛季的红彩6号职业联赛下周夜即将开打。 东南亚赛区将由包含台湾队。 TBA第一,印尼。 Ferox E, Sports,新加坡。 NV,印尼。 Aaron Wolf,香港。 Sound of the Silencing,泰国。 Xavier Esports,新加坡。 Clixate Tactics,以及马来西亚。 Inputable Gaming Goal。 8. 对以双循环制进行长达。 7. 周的旅行赛,并将在。 9. 月份的季后赛选出东南亚赛区前两强队伍近级亚太区线下总决赛。 与来自其他亚太赛区的队伍交手并争取参加。 11. 1. 月份于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全球总决赛的资格。